也好 歡迎收看7月16號 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惠 日前花蓮同門部落召開了 部落會議討論地方議題 其中同門1號明隧道完工之後的開放 主人們是繃緊神經指出不滿外來業者 在沒有經過的主人同意之下 帶來大量遊客到木骨木魚 超過了生態環境的承載量 造成環境污染還有垃圾滿地 主人表達守護環境的訴求 秀林鄉的木骨木魚 以秀麗的景色清澈的溪水文明 七年前連外隧道因天災崩塌 封山日前舉行通車典禮後 湧入大批遊客也帶來了環境的污染 對於環境並延伸出污染問題 以及遊客細水上的安全 因為現在這個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做主向工作也沒辦法 現在還在縣政府的手上 我們怎麼去做這個呢 因為我們這樣做的話 反而我們違法了 因為現在政府我有打電話給他們 結果說他們有公布 沒有公告人家還是會進去 比較危險啊 萬一出事情 縣政府的事不關我們的事 因為我部落會議就有講過 他也提到過去曾經發生外來業者不聽族人的勸告 過程中甚至發生衝突 也有遊客細水溺斃 而這些風險都有待評估 如何透過自主管理妥善的適度開放 保護環境以及遊客的安全 也是目前部落最大的問題 記者臨結休靈鄉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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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